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與球密碼 阿哲 最近有沒有看到我們開箱的球拍越來越多人在看對不對 自從那個900NEW啦 90KM之後呢 其實越來越多人在看我們影片 那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頻道有一次有人在敲玩什麼東西阿哲 比較沒有這麼高階的球拍 對反而比較沒有那麼高階的球拍 然後呢因為我們有開箱在的開箱富利特嘛 但是我們之前也開過超力對不對 超力之後有人就在跟我唱 要開箱超力的王者之劍 沒錯今天他來了 沒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個 超力的五孔丁版本的王者之劍 首先呢就外觀方面來看的話 阿哲你會覺得這個黑阿做的很黑耶 對不對 跟某一個品牌的那個黑喔 我是覺得有點差別啦 你自己看一下這兩個黑哪個比較黑 兩個都算消光黑嘛對不對 對不對 這叫半消光黑這叫全消光黑對吧 對吧 我們把這牌子遮強 好像已經來不及了 哈哈哈哈 對吧 你看哪個黑色比較有質感 這個有比較就有傷害了 看得出來嗎阿哲 看得出來吧對不對 那種黑色的質感來講的話 這一次的超力的王者之劍在烤漆上面 我是覺得做的蠻用心的 然後呢他有配上紫色跟金色這種對比色 會讓人家覺得有一種 出現一種跪氣的感覺啦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然後呢 我覺得他上面 中管這邊還有一些細紋 有看到嗎 看到那些 中管上面有一些細紋 有看到嗎 這個要看得很仔細就看得到這些細紋 他的科技也都翻印在中文上面 整支球拍我覺得質感是相當的高啦 所以這個在外觀分數上面 我給蠻高的分數啦 好看完外觀方面之後呢 這一次在外觀方面的顏值方面 其實這支球拍的顏值是非常高的 他有96分這麼高耶阿哲 你有沒有覺得這突破天氣的高耶 所以大家意外的對這支球拍的 評價的外觀評價是蠻高的 96分已經是我們這邊最高的 對不對 目前好像還沒有看過更高的 對啊對96分 OK 好那看完外觀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科技的部分 科技的部分呢 那這支呢這個框形呢 其實跟以往的 王者之間應該是大同小異的 都是這種破風的框形 但是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阿哲 五孔釘版本 這一次呢他在三點鐘跟九點鐘 還有上面的十二點鐘的地方呢 都加入五孔釘的設計啦 然後從原本的76孔改成72孔 對啊這個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一個設計 而且目前好像有做五孔釘的QY幾乎都是做72孔 72孔嘛OK 所以他之前那個Vortex也都是72孔 72孔OK 那隔壁那起排的五孔釘也是72孔 也是72孔 聽起來好像有什麼貓膩 OK 然後在科技的部分 那中管呢也是就是一般的中管啦 但是這個中管的硬度是二級管對吧 但王者之間其實他原本就是二級管 就是二級管就是比較硬的版本 所以他是硬管加上這個新的五孔釘的設計 所以會讓這些球盤 我想當然的這些球盤應該會很硬的牌子 對吧 很硬之外還會有很明顯的結局會繪感 OK 好看完外觀跟科技之後我們來介紹規格 這次規格呢有分是什麼 3U跟4U嘛 3U跟4U耐棒都是20到28 好棒 OK那這一次的建議售價來到7800塊 欸其實蠻貴的咧阿德 對不對 其實你也很少聽到查理訂那麼高的價錢對不對 其實有 以之前來說他的定價值有慢慢的提高 有那次螺旋拍也是蠻貴的對不對 對 差不多那個螺旋拍 OK那其實7800塊 但問題是他們的折數做的比較低嘛對不對 對 我記得原本是五折 現在好像調成五五折 對 這個也有增加一點 所以換算起來這些球拍也要4000多塊 哎呦超力這個本土品牌也來到4000多塊的門檻了 OK 所以你覺得一般消費者可以接受什麼阿德 他可以接受定價很高 但是什麼 折數很低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定價弄很低 然後折數很高 你就會哪個感覺比較好 一定折數低的比較好 對不對 這個東西打五折欸 五折五折 五折比較好吧 你可以一個東西打五折跟打六折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對不對 五折吧 對啊所以感受比較好 所以OK 這點可能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球拍阿哲穿 品質有把關 阿哲這是什麼設定 這一次的話是 31磅的N6 32磅 31 你穿了 啊對 因為那時候你怕我手痛 哈哈哈 因為你說 你這樣棒 因為五孔釘 所以你這樣棒 對 那五孔釘會不會影響它的強度 阿哲 你自己這樣講 我反而覺得它這一 因為它是五孔釘的 所以我是以 一樣其他 也是五孔釘設計的球拍下去做對比的話 是 是 它是我目前穿到五孔釘強度裡面 算是最高的 唉唷 你給這麼大的肯定 它4300多塊耶 有價值喔 阿哲 有4000多塊的價值就對了 有 沒有 如果單論強度來說的話 嗯 它不會硬 它很硬 它很 它的強度其實是夠的 可是它會不會很脆 這個我就不敢保證 其實再來說五孔釘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小通病嘛 線槍過去會 應該說 它會比較容易會有 小部分的掉機 以及它的塌框 對 可是我們現在穿完這個31磅之後 是沒有把線剪掉了對不對 可是目前看起來好像 沒有掉漆的情形產生的 嚇死我了 Sexting the mask 哇 好帥喔 Lock the mask 哈哈哈哈 這個很好笑 這個很酷吧 OK 所以 搞定了好 這一支球掰 那 話不多說進入什麼 試打階段 話不多說進入試打階段 這一次阿澤幫我刪31磅其實我有點不爽 但是呢 後來呢 覺得是蠻感謝他的 哈哈 我現在只刪31磅 OK這一 這個真的要降棒打了 真的 那時候我還不太信邪 可是這五孔鏡的版本 真的很 很 硬耶 硬到會很柴的那一種 硬耶 阿澤 很久沒有打到這麼硬的東西了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他的拍框的 硬度也比較高 可是其實本身啦 我覺得他中管就真的屬於硬管 說真的 然後他今天這一球拍也沒有帶很大的頭重 這球拍比較偏平衡 偏重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就是4U版本了 所以我覺得打起來他有點像平衡牌 所以他打起來 欸 我說等一下 我對球拍好不好打得乾淨真的 平球阿 現在平球這個 這個推檔阿 這個 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乾脆 非常的像切豆腐一樣 這是 我打過 在平球裡面數一數二的球拍 說真的 我覺得打起來真的很好 然後中管的硬度很夠 其實我 這一球拍我覺得打起來很像那種 外外的NM800那種感覺 而NM800可能比他的拍框多一點彈性的感覺 這個拍框的 強度雖然做得很高 可是我覺得有點到太極端的絲 最到後面有點死硬的感覺 而且在打長球的時候尤其明顯 在打長球的時候雖然他的破功拍框 是讓你百速快的嘛 都給他走 可是他必須吃很多自己的力量 你聽我說什麼 他又是少了一個慣性 這支球拍要吃很多自己的力量喔 就是你在打長球的時候 你會有點很非力 要吃久一點 力量要吃久一點點 才會打得出去 要不然你真的 會蠻辛苦在打這支球拍 那在打殺球的部分 其實呢硬的球拍 我們都會聯想到他的力量傳導一定比較好 對不對阿澤 對 然後我們一定會 因為他是五孔釘 所以他的力量傳導也比較好 所以我在殺球的時候 其實對這支球拍是非常有期待的 結果殺球呢 比極速還很大 你知道嗎 他那個殺球的感覺是他狀態不行變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很像M800那種 平等平等很快 然後殺球就是要吃很多自己的力量去扣這顆球 我記得要把這支球拍打到開桿需要一點時間 或者是說 一個是把你的棒數調低 不然就換軟線 對不對 就只有這種方法而已 不然這個不適合 這支球拍我覺得一點都不適合打硬彈線 因為他本身的硬度就很夠了 然後再加上他有五孔釘整個就 而且他不會鬆聽阿鬆聽阿公真的 他不會鬆聽阿 可是他的反饋感 打到球的感覺就真的很明顯 喔喔喔 就會有這種 好像上升的感覺 應該說 你只要沒有打到田區 他的回饋感會很直接 打到田區的時候 其實那個殺球的扭抗扭性很強 因為他跟中管那個抗扭性 如果你的力量是夠的 你突然這樣 抓起來那樣 喔 會就會覺得喔 有幫你撐住的感覺 可是喔 如果你力量發不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喔 喔 好像撐到拼這樣 你好像揍到牆壁 阿齁齁 很痛那種感覺 這也是我覺得 這一球拍比較可惜的地方 話不多說喔 進入 幹 描時間 阿德這支球拍 第一個要描什麼 我覺得這個售價大家一定都會描的 說實在國產品牌的球拍做到7800塊的定價 是真的蠻誇張的 儘管他今天打的是五五折 我還是覺得說 有一點 出我們意料之外 然後再來一次呢 第二個我要描的是 這個耐棒程度 我覺得還是可以再設定高一點點 說真的 因為你已經做那麼硬了 你怕人家穿高棒 你覺得他應該上32應該沒問題吧 32是沒問題 但是 我覺得普遍來說 大家的手應該會收不了 對啦 這個球拍就是 好吧 OK 他不是那麼親民設定的球拍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親民設定的問題 他其實是一隻非常不親民的球拍 所以呢我覺得 你如果本身是非常有力量的選手 選手 聽聽說選手 你再來打這一隻 如果一般消費者你要打這一隻 我今天一定要降棒打 這個你不降棒打 大概可能要降 一到兩棒吧 對一到兩棒 至少都要降一到兩棒 我覺得這個 這個硬度是真的 第一次我硬到會害怕那種你知道嗎 硬到我有點受不了那種硬度 這個評論運動真的很OK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上手 我真的不行 這個上手 我就上手成 就是他上手在打的時候 我覺得 啊不行太死了 因為原本 如果以其他品牌的 五孔釘設計 他的中管 沒有那麼硬對不對 沒有做到這麼硬 對啊 所以相加來說 他可以幫你吸收一點震動 是是是 而且還有一天擺檔 可以去讓你吃力量進去 OK 那其實這邊也給大家一個觀念 看你的面子怎麼回事 如果呢 你本身打 你想要打 超力的話這樣子看啦 你可以先打大黃鋒嘛對不對 大黃鋒比較軟管嘛對不對 大黃鋒打不習慣 好我們再換什麼 眼鏡蛇嘛 眼鏡蛇會再硬一點嘛對不對 眼鏡蛇玩這種呢 換什麼 換A1嘛對不對 A1如果又太軟了 你就換王者之劍 啊王者之劍還不夠硬 你就換王者之劍五孔釘 類這種概念嘛對不對 我記得他們好像是一個 一個set上來 但其實我自己喜歡打 反正是眼鏡蛇呢 我覺得眼鏡蛇那個管做得不錯 然後如果你把眼鏡蛇那個框做五孔釘 這邊強力建議超力把眼鏡蛇做五孔釘 我覺得應該會大賣 但是我覺得他 如果要做五孔釘的話 他的桿要稍微軟一點 對啊稍微軟一點 要不然這個 不會啊我覺得超越那根管 那個那個那個 眼鏡蛇那根管 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我自己感覺比較好 但是那是以你的發力技巧來說 對我自己感覺比較好 可是一般人可能都打大王公 欸他順便可以把這些全部都出成 五孔釘版本也不一定啊 對不對 好像 有道理了 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 第四個要軟一點 我不想改這個腳椎 說實在的 這個腳椎富利特也同樣被我們軟過對不對 有 然後這個握把的粗細也被我軟過 這個 這兩個東西我是不太喜歡 當然我也有聽說改握把跟改腳椎 其實會去影響到這些球拍 本身的支點 球拍的那個中管彎的支點的設定 所以他們可能 不會為了改這個握把 或者改這個腳椎 去把整支球拍的盃子跑掉 對吧阿澤 對不對 這樣不划算嘛 對不對 就像李林嘛 說改你更 會弄到平衡點嘛 對不對 OK我們就信了嘛 OK 死性不改嘛 OK 我覺得你是湊太多人拿著 OK OK 我們應該不算是你的業配頻道吧 我們都將湊里林了 你們應該不會來看這一集吧 沒關係不管他 好反正就是這幾個點 是我們比較care的點 其實還有一個 你忘了丟 那個防水 阿對耶 喔 阿澤很用心 欸那個防水啊說真的啦 但他其實做的蠻厚的 那個防水其實做的蠻厚的 對 就是比一般的那種點灰寶還要厚 說實在的 可是 其實呢我覺得呢 那個防水的概念 出發點是好的 因為很 欸 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人家好不好 你們 買球拍有再拆原廠握把布了 下面加一 把原廠會把原廠握把布拆掉了 在底下留言加一 他那個防水呢 他有點包到這個角錐上面 其實 我覺得他這樣做也是有他的用意啊 就是他包到上面 人家要切掉或不切掉都可以嘛對不對 你聽得懂嗎 而且 說實話他這樣子的保護會比較全面一點 對阿對阿 就可以保護到角錐這裡面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那個也有好也有壞 只是那個防水真的有點太厚 說實在真的有點太厚 因為他如果包薄的握把布的話 他會有一個很明顯的落差 對 有一個很明顯的斷差在那邊 所以這個就是小小改進的地方 看可不可以再用薄一點的材質 對不對 或者是不要多切到這麼高 對了也可以 啪啪啪 見囉 PK時間 國產品牌的球拍 我們竟然還有做PK時間 上次無分一天期待 打趴所有的國產品牌 還有大折 有沒有道理 來 今天我們來這隻要跟誰 王者之劍 跟自家王者之劍 比就好了 我們剛剛有跟你講過嘛 你如果打得 覺得大黃蜂太軟 就往眼鏡蛇 也就是有太軟F1往上走 對不對 那這一隻球拍呢 就是你如果王者之劍 覺得你不夠硬的話 來打王者之劍5公斤版本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打完這個 哦 整個都硬起來了 對不對 這隻球拍拿去打 你可能是兩天不用穿線 我跟你講 那我可以休息啊 不只給我拿這球拍去打球 那如果 勝利這方面 其實我覺得他打起來有點像 回拍會比較快的DX10 但是你那DX10 所以如果以富利特來說勒 我先講勝利嘛好不好 勝利的話 那個DX10的話 這個紮實感 其實跟DX10 有一點點相似 但他偏死硬 DX10還是比較 人家還是有做比較 懸浮握柄啊 還是有合進中管啊 跟他彈性 但是人家不會旋轉 哈哈哈哈 OK 這個就是 我記得他紮實感 對我來說打起來有像DX10 那種紮實感 好啦 那換到 YY這邊 阿澤 你一定想不到我會講這支球拍 哪一支 只有金球沒有打球的球拍 誰 舊版的F800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這樣講就知道了 OK 舊版的F800 那種感覺 可是舊版F800 比他再輕巧一點點 說真的 他這支球拍揮起來 也是蠻偏成熟 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 比較 感覺反應沒有這麼快 沒有那麼快 因為F800的框也比較薄 所以他這個揮起來的速度 截封面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他的整體的 拍框的靈活性 沒有像 UNF800 舊色 那麼有彈性 那麼快 但是那種 平推平拿的感覺 其實是有跟上的感覺 對 在李寧方面呢 其實這些球拍打起來 有點像那個 金灰色的那個 鋒刃900 可是他的中管 也是沒有像 900那麼有彈性 說真的 人家方輪中管 也是有他們屌的地方 說真的 所以他們那個 但是灰速呢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可是鋒刃的框型 可能再快一點點 說真的 鋒刃我給我比較快一點 而且鋒刃的頭 又比他更重 對比他更重 對比他更重一點點 所以 中管彈性跟頭重的感覺 是 這樣子來做比較 如果你今天 現在打的鋒刃900 你可以來考慮 打這隻 那個 王者之劍五孔釘 因為他會變得更硬一點點 更平衡一點點 但是 相對的打起來還是 蠻誠的 說真的 OK 然後最後 國產品牌跟國產品牌 誰比 副力草 一千七代 如果你就一千七代呢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橫心石 對 對 橫心石LTT 我跟你講 這裡是 對 兩隻都 這隻也有點那種感覺 他有點就是 你看 橫心石就跟王者之間比 橫心石LTT 就跟這隻比 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相愛相殺 出現這個 對尬的產品 對尬 我記得 橫心石LTT也不便宜吧 蠻貴的 對啊 對不對 對尬的產品出來 橫心石LTT 我來了 我跟你講 這一隻 這隻真的 有印到 真的有印到 以上 供大家參考 粉絲告白時間 來告訴橫力 你的球拍 該怎麼樣做 其實我覺得他們做了蠻多場次 蠻趕緊做這張 做到五孔釘 其實發現 其實橫力從螺旋那時候 就已經蠻特別 對不對 對 螺旋完之後又做了這個五孔釘 又做了五U的五孔釘 我覺得這個都還蠻 讓我覺得蠻特別 而且還有做那個Cube Cube那一隻是不是CubeL 就是他旁邊是方形的那個草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 都算 超力蠻大膽的設計 而且再來是我覺得超力 他也做了這個烤漆的優化處理 對不對 烤漆的話我覺得這也是他做得蠻好 然後再來是旁邊拍框 他也是把它修飾得很漂亮 其實這個我在摸啊摸這個旁邊拍框 超級力耶 真的叫超力耶 超來 不是超爛 是超來 超力耶 對啊 這個我都覺得超力 是他們有用心的地方在做這件事情 包括那個F1的蟒蛇紋 不是蟒蛇紋 F1的那個X螺旋紋 還有那個什麼 然後眼鏡手的蟒蛇紋 我都覺得那個就是超力 跟其他廠家一直以來做不一樣 不像副力特就只會做無本 我又得罪一個人了 怎麼辦啦阿哲 我也是要得罪人 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對超力 還想要請他們改一首 歡迎你們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相信你們留言 他們一定會看 OK 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追蹤我們IG還有到我們的 書粉專頁點讚 那如果還想看我們開什麼球班 那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下方留言喔 掰掰